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怡婷 今天請來萬通國際 為名譽 魏老師 老師你好 韋怡婷好 各位官員們大家好 上尾投控重返了百元 是不是風電概念股 可以又要再漲一波 老師 我想就是說 以在這個波段 就是說在從4月20號歷經 就是說這個經濟部離岸風電的 一個臨選作業 在做一個結束的一個後續 相關這些風電的一些概念個股 我想在當時都是形成 不管是說他有中選的這些個股 形成比較利多出境 甚至沒有受到獲得一個臨選 這些相關一些個股當的話 是屬於一個直接的一個利空 當然的話這些個股 隨著他的一個不管是說 利多出境 還是說這個利空因素的干擾 那股價也都形成一下 一個連續性的壓回 那尤其我們就說針對 他這個整個一個風電概念個股的 一個龍頭個股 這個3708的這個像上尾 上尾來講就是說 以他實際上就是說 他從這個股價 從他的高點 他當初也是從底部起漲 從67塊錢一路飆到192塊錢 整整漲了快接近2倍 那相對就是說 隨著這個題材的利多出境 一個後續 我想他股價也從這個192塊錢 一路修正到這個跌破百元 來到91塊8 那相對就是說 最近這兩個月的時間 他修正拉回 整整也是形成比較腰斬 跌掉100塊錢之多 我想在短線上就是說 再從昨天開始 像以這個整個一個龍電 就是說風力發電的 這些相關個股 就在昨天 股價也歷經這個 大概底部 大概一個月的整理型態 這個後續 在昨天 也形成一個 放量的一個起工 那當然我想隨著就是說 包括像他的龍頭場 像這個好像上尾的一個 實際上 基本面的一個態勢就是說 他公佈了這個5月份營收 我想這整個一個 營收的狀況是創了 他的歷史新高 那相對就是說 他已經年增率 也高達84%以上 這是相相不錯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態勢 然後再加上後續 這個隨著他一個重選 這個離岸風電 這個相關的一個風場 那包括就是說 第一座 台灣第一座的這個離岸風場 就是這個海洋風電的一個部分 他還取得 這個銀行總共16家銀行的連貸 那這個連貸的一個融資 已經高達187億已經到位 那可以後續 直接投入到這個相關的一個建制 那等於是說 相關另外包括像這個9958 像這個四季鋼的一個部分 他本身 不僅僅的發了兩筆債 總共10億元 那甚至包括像增資的2000萬 我想這個目的無他都是為了後續 這個整個離岸風電 這個電廠的一個建制 那當然我想就是說 這些相關的一些 公力發電的一些概念個股 我想就是說 隨著就是說 股價已經歷經一個修正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股市的一個 實際上操作就是說 股市的一個操作是走一個叫做 循環跟一個叫做輪動的一個觀念 那股票市場股票沒有天天漲 沒有天天跌 那當然的話 其實相關的這些風力發電的一些標的 已經歷經兩個月的修正 尤其說修正弧度 也都相當像是大的一個後續 那比如說短線上 他都已經完成這個底部形態 那我們就不妨看一下線圖 那包括像這個龍頭個股 3708像上尾頭 我想以他實際上股價192塊錢 一路修正到這個 就是說拉回到91塊多 那等於是說 他在這個接換點 這個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96塊半也形成產生 然後在昨天正式做到 像發動的一個起工 那你要再看一下 包括像四季鋼的部分 我想在昨天一樣昨天說漲停 然後他的一個波段買進訊號 51塊錢也隨之 這個買點做的陸續的一個出現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中鋼購的部分 我想中關購昨天漲停 今天延續 今天是漲停板一架鎖到底 那相對就是說 他的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來到這個24.9元 波段買進訊號做的產生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台船 我想是在理他 實際上股價在昨天攻漲停 那今天還是延續 再做一個實際上一個上攻 買點在這個18塊7 這個波段買點的 買進訊號也做的產生 那最後一檔 我們這個看到1514 這個像亞利的部分 我想包括他的一個 叫做買點訊號在15.85元 做的產生 那當然的話 昨天漲停 今天還在做個延續 要實現來做個大會上攻高的一個態勢 那當然以這些相關的 風力發展的這些概念個股 我們剛剛呈現給各位看的 都是一些屬於叫 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那針對他的一個短線的一個買進訊號 我想我們都在每一天的 這個LINE AT的一個資訊分享 這個過程當中 針對這些相關風力概念個股 我想我們都會做到一趟 直接的一個分享 那各位 你都不妨可以直接交到 魏老師我們這個LINE AT好友行列 那針對這些相關的這些風電 相關一些概念個股 他的短線的一個買進訊號 我們會直接給各位做到他們分享 好 謝謝魏老師的分析 也別忘了加入魏老師的LINE AT 接下來請坐看1分鐘看台股 我想今天這個台股 台股受了這個 昨天美股 這個所謂的升息的 這個干擾因素的這個干擾 那今天形成比較開低 震盪的走低 這個拉回 在盤中拉回 弧度都有超過百點 那相對我想以在這個階段點 就是說以台股的一個 現階段的一個架構 包括像短天期 5日均線 14均線去做大堂跌破 那當然的話短線上是走空 那相對我想以現階段 這6條均線當中 包括像中企 長企的這個均線 像這個 從這個月線季線到半年線 年線 全面性都還是維持一個叫 多頭趨勢的一個架構 那所以說我想 代表就是說以現階段這個架構 屬於叫短空中多長多 那站在一個叫長線保護短線的一個立場 短線上的一個拉回我想 反而是提供各位拉回 做到讓找買點的 不錯的一個機會點 那相對我想 整個盤面當中 現階段除了一個升息 比這個立空以外 並沒有其他的 比較大的一個立空 那相對我想 以往這個11000點 這個所謂的原來的一個壓力 後續就會形成比較強而有力 這個支撐 那當然的話 拉回到相對一個支撐區 反而提供各位 來一定要去做到一趟 拉回找買點的這個動作